第一时间正在直播 欢迎回来 多一些理解 多一些包容 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换位思考 欢迎进入新闻下半场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 关于浙江的两条新闻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张图片 这是最近在网上热传的一张图片 怎么样 刚看到是不是觉得有点乍眼呢 的确 台上的那些领导 个个头上都有雨伞 再看孩子们呢 偏偏起舞的这些孩子们 他们哪怕是头上有个树叶 这来挡挡雨也行 但是非常可惜 没有 具体介绍一下 这是元旦前夕温州的一所小学 举行的绿色安全型主题活动 没想到的是 在活动这一天 天空不作美 又是沿海大风警报 又是下雨的 虽然是南方 但是那里的最高气温 只有12度到14度 你听听这天的条件 再想想这孩子们冒雨表演 网友们看了这个图片之后 就光剩下气氛了 不过 校方已经出面解释了 人家是这么说的 说当天参加活动的七八百个孩子 都是有雨衣的 网上这张图片 其实就是活动的开场舞 也就三四分钟的功夫 因为雨小了 再一个 穿雨衣也没法跳舞 所以就只能这样 其他的时间 孩子们都是穿着雨衣的 小学官网上的照片 也确实基本证明了这个说法 至于为什么给领导打伞 这说明就更简单了 说没给领导配备雨衣 也不能让领导临着 所以就给人打伞 按理说 校方的解释也算说得过去 但是在这里 我还是想吹毛求疵一下 既然你开场舞不能穿雨衣的话 为什么我们不能取消开场舞 难道说孩子的健康 和完整的活动相比 孩子们就得处于下风 和平常人相比 要带上领导这两个字之后 做事稍微有一点不一样 那可能就会引起争议 其实这并不是说 拿放大镜去看谁 大家只不过更渴望 能看到榜样的光芒 所以说 有件事 有领导 那是做的事 有一件领导做的事 要好好说到说到了 还是